宋美玲致死不见宋庆龄 但两人遗嘱却一模一样 民国时期 宋氏三姐妹是当时的传奇人物 三姐妹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未结婚时关系也非常紧密 但结婚后 关系似乎有所改变 混杂着更多的利益 国民党战败后 蒋介石与家人逃到台湾 宋美玲切断了与宋庆龄的一切接触 蒋介石去世后 宋美玲去了美国 最后在美国去世 宋庆龄病重时 给宋美玲写了一封信 宋美玲看了信后没有回音 也没有去看望宋庆龄 宋美玲去世前立遗嘱 与家人葬在一起 这与宋庆龄留下的遗嘱完全一样